好 疫苗的覆盖力越来越高 如果想要出国的话 帛琉也许是不错的选择 帛琉总统会数人对于10月 没有帛琉往返台湾的航班 表示相当不满 他炮轰华航没有认真对待帛琉旅游市场 还要求我国交通部 要撤换其他的航空公司来飞 对此 华航在昨天晚上发布声明宣布 12月将会有6个来回帛琉的航班 台博旅游泡泡退烧 旅客到帛琉的意愿降低 航空公司考量成本 取消了部分航班营运 结果被帛琉总统批 这是在毒害旅游市场 事实上 交通部长国公国财 之前已经请观光局找来代办 这台博旅游的业者讨论 要把产品做优化 提高吸引力 而华航在昨天晚上表示 会全力配合政策 除了在南岛民族论坛活动期间 安排12月4号以及8号的台博来回航班 另外维持11号 15号 25号跟29号 合计6个来回航班的飞航 华航也会持续跟旅行社来合作 共同推广帛琉旅游